在媒体上只看到蒋万安找百万级的名摄影师 拍帅帅的王子形象照 到公园去跳舞 可是却没有看到蒋万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 这样一个没有政见空洞 却只要靠外表来参选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真的会是符合台北市民期待的候选人吗 蒋万安从5月25号被国民党提名到现在 竞选团队跟竞选总干事到底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是 蒋万安寻找竞选总干事的过程中 相继碰壁 接连被拒绝 也代表说国民党内部对于是否提名蒋万安 可能还有不同的声音 像一个不团结的国民党 对于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却是栓言栓语 直指点点 真的让人无法苟通 也不能接受 更何况蒋万安到现在 连个像样的政策跟政见都没有看到 在媒体上只看到蒋万安找百万级的名摄影师 拍帅帅的王子形象照 到公园去跳舞 可是却没有看到蒋万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 此外蒋万安之前所提出来的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议题 当蒋万说出要转型为台湾建设纪念馆 被深栏反弹之后 后来又自己改口说 中正纪念堂转型是吃饱太贤的政治议题 这样一个自打脸的行为 真的有能力有资格来担任台北市长候选人吗 甚至蒋万安所提出来的恢复扰人年金 这个也是老饭虫草 还有轻盈共聚的政策 也被台北市政府打脸早就已经在做了 请问蒋万安到底有什么政策 到底有什么政见 这样一个没有政见空洞 却只要靠外表来参选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真的会是符合台北市民期待的候选人吗 这次台北市长选举对民进党而言 唯有团结才能胜选 所以民进党从上到下一定会团结一心 各司其职 各尽其力 就好像少林足球一样 各个身怀绝技 当需要的时候 大家就会各自归队 各自定位 各就各位 一起打一场团结胜选的选战